春天来临许多花朵都开始准备绽放 紧接樱花与梅花的花季之后 轮到了郁金香与大家见面 越受到天气的影响 三年星已经有12万株的郁金香开花 各种缤纷色彩就像是荷兰的美丽景色 业者也提供了荷兰当地的服装给民众穿着 指引相当多的游客前往欣赏 受到天气的影响 三年星已经有12万株郁金香绽放 缤纷的色彩就像是荷兰才看得到的景色 短短几天就有上万名的游客慕名而来 三年星来 三年星站不站 来站 春节期间每天当然是赏花人潮不断 每天预计赏花人潮差不多到8千到1万之间 差不多处于客满的状态 业者特别提供了荷兰当地的服装给民众试穿 不管是大男生还是小女生 都穿上一样的服装 让游客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有民众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穿这个服装 那就是觉得好像很好玩 结果今天来的时候没想到也有 然后就到现场来停业 然后觉得很好玩 很有感觉好像在国外一样 叶牡丹还有樱花都盛开了 特别是郁金香花季 我们特别提供了传统的荷兰服装 供游客在这边穿着搭配郁金香风车 去体验荷兰的风情 想看到这种异国景色 民众得提前出发 随时注意交通状况 才能够减少碰上塞车的机会 春节期间通常会比较容易塞车的话 会建议游客差不多六七点就可以出门 从台中或者说高雄到这边的话 差不多十点以前进入园区的话 肯定是不容易碰到塞车 然后体验这边的芬多金 这个步步的副离子 享受这个踏青 春天来临 许多花朵都开始准备绽放 轮到郁金香与大家见面 有兴趣的民众得把握时间 在花旗结束之前 来一趟三菱西 体会满满郁气香的异国风情